厦门古浪与旅游市场秩序存在问题被央媒曝光后 厦门市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即刻展开整治整改行动 6月9号在位于夏河路上的一家店名下写着 古浪与散客咨询的旅行社夏河店 中心社记者在现场看到 单门店如今已关门歇夜 旅行社为游客带定船票是旅游服务的一项内容 但如果带定古浪与船票作为噱头吸引游客 或者捆绑销售其他旅游产品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们将持续严厉打击此类违法行为 市旅产办将发挥综合协调牵头抓走的作用 对旅游投诉跟踪督办快查快处 今日起全市将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 加强加密联合执法的力度和频次 每周开展不少于三次的联合执法 对侵害游客权益的行为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 在与古浪与溢水之隔的轮渡码头 记者目睹执法人员正在现场检查运营中的出租车 网约车是否依规急停急走 是否存在停车与旅客攀谈拉客的行为 加大监管力度 强化与文旅部门交通部门的写作配合 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 加强信息的互通共享 全面排查与低时司机旅行社导游存在利益关联的重点商家 通过定期巡查 突击检查 案法等多种形式 加强跨部门的执法协作 督促经营者合法合规经营 二是加大震慑效果 对存在虚假宣传 以次冲好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的商家 依法严肃查处 并进行曝光 形成震慑 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执法利路 紧盯旅游相关的投诉举报 记者了解到 鼓浪与管委会已经牵头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联合执法 公安 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四个联合执法小组 分四个片区 对鼓浪与岛上的珍珠 茶叶 海鲜 和私营景点商家 进行全面摸牌 我们已经明确在鼓浪与景区 严禁导游安排游客到特定购物消费场所 从中辉煌牟利 下一步 我们将加强政策宣传 加大监管力度 加强景点美食街区及周边的执法力量部署 严厉打击导游诱导静点消费等不规范职业行为 坚决取对关停一批游客反护投诉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商家 为广大游客营造放心舒心的旅游环境 同时 我们将发挥已有的鼓浪与私信联合惩戒平台作用 对违法违规者在鼓浪与过渡等方面做出限制 让违法者在鼓浪与寸步难行 焦建敏向记者表示 一旦发现问题将从严处理 重点查处境中收受回扣等不法行为 同时还将抓紧出台 鼓浪与世界文化遗产地景点管理暂行办法 对景点的行业安全 服务质量 设施设备 市场营销 环境卫生等标准进行规范 办法还将规定 景点经营者在申请行业许可前 应针对展成及设计方案等内容 主动向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 也就是鼓浪与管理会进行技术咨询 进一步解决鼓浪与民营景点存在的行业准路门槛低 门票价格虚高 展成内容低端等问题 让鼓浪与民营景点管理有章可循 同时我们将在月底前推出 鼓浪与导游公共服务平台 通过组织专项培训 提升服务品质 引导更多游客进入管理规范的景点 倒逼民营景点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 在搭乘从鼓浪与返回市区的渡轮上 记者听到广播不停提醒过往旅客 要警防被不良导游误导 在记者印象里 这样的反复广播提醒 还是第一次在渡轮上听到 温轻提示 在国旅游区沿浸岛游 安排游客到特地动物消费场所 从中非常能力 咨询投入电话0592-2065237